这个女人是皇帝的侍卫 一觉醒来发现跟皇帝打了一晚上扑克 这一下她彻底慌了 她可是知道皇帝有多么的冷血无情 她在杀光所有血清登上皇位后 猜忌心里就变得愈发强烈 所有跟她打过扑克的女人 都会在第二天一早被刺死 依兰趁着皇帝此时还没睡醒 仓皇地逃离了这里 她实在是没想到 陛下会隐藏容貌出来玩耍 还被她这个喝多了的人拉去跳舞 跳完舞还打了一晚上扑克 直到今天早上睡醒 依兰看到男人戴着可以隐藏容貌的宝物 这个宝物正是皇室才能佩戴的 而如今还健在的皇室血脉 只剩下新皇凯拉特了 依兰为了自己的小命 决定打死不承认昨晚打扑克的事情 此时她慌乱地站在皇帝的面前 她只能祈祷自己昨天舞会上戴了假发 陛下应该认不出来是她吧 皇帝却一脸坏笑地问道 昨晚的庆典你觉得有意思吗 两个侍卫瞬间呆住了 陛下以前可从没问过这种问题 依兰表示昨晚并没有参加庆典 而皇帝只是微微一笑 继续打趣地问两人 对于男女打扑克仪式怎么看 这下依兰彻底慌了 不停思考怎么回答才不会引起怀疑 最后有些略带浮夸地回答道 卑职认为爱情是发自内心深处的 结婚前只需要牵牵手就好了 听到依兰的回答 皇帝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随后就让两人先去工作了 依兰庆幸自己总算逃过一劫 可在一个月后 另一件事又让他崩溃了 他每月都来的亲戚却突然不来了 起初他还以为是自己压力太大 可孕突的症状越来越严重 早饭只是喝点蔬菜汤就难受的不行 最后还是决定去找医生看一下身体 为了事情不会流露到皇帝的耳朵里 他找了个小匠子里的黑诊所 医生检查出的结果犹如晴天霹雳 他真的怀孕了 他开始思考要不要杀了医生灭口 而医生却直接拿出了古代的魔法契约书 只要他在契约上签上名字 医生一旦泄露了他的病情就会被魔法吞噬 依兰这才放下了杀心 回到家的依兰再次陷入了沉思 如果想要回到正常的生活 就只有把孩子 可刚有这个想法就被他否决了 他小时候就是因为被父母抛弃 日子过得无比的艰辛 他发过誓 绝不会成为抛弃孩子的母亲 最后也只能安慰自己可能是误诊 可几个月后 他的孕吐症状越来越严重 团长看他最近憔悴的不像话 询问要不要帮他找个医生 依兰赶紧找个借口准备搪塞过去 可团长却柔声道 如果撑不住了一定要告诉我 依兰还以为自己出现了幻听 他可从没见过团长如此关心一个人 在护卫们开早会时 团长传来了皇帝的口谕 陛下最近很担心骑士团的身体状况 所以吩咐他们降低训练量 并且还要给他们改善伙食 除此之外还安排了一名御医 随时给身体不适的骑士团人员就诊 依兰突然感觉后背一阵发凉 最后只能安慰自己 陛下或许只是想得到骑士团的忠心吧 这个女人是皇帝的侍卫 却意外怀上了皇帝的孩子 可他不敢让冷血的皇帝知道此事 因为之前跟皇帝打过扑克的女人 全部都被刺死了 可他偷听到了侍女们的谈话 皇帝最近在找庆典之夜 跟他打扑克的那个女人 这一下让依兰彻底慌了神 他更要卖力地在陛下面前伪装起来了 可他最近的孕吐症状越来越严重了 每次看到陛下那羞涩可餐的餐食 他总是忍不住地想要吐出来 可在陛下用餐食吐出来就完了 一旦被陛下追问原因 那后果只能是一个大写的惨子 依兰成功忍过了漫长的用餐时间 侍女又拿上来了一杯柑橘布丁 这酸酸甜甜的味道 让依兰口水直流 不仅孕吐的感觉消失了 甚至还想夺过来大吃一口 酸甜的味道慢慢让他有些上头 一阵强烈的眩晕感油然而生 一个没站稳就让他瘫倒在了陛下的身旁 在依兰瘫倒的瞬间 暗影骑士就出现了 这些骑士随时可能要了依兰的小命 护卫团长健壮 立马帮依兰求情 依兰没想到团长如此重情 在这种情况下还不忘为他辩解 就在依兰想跟皇帝解释一下时 他的肚子突然传来了不争气的咕噜声 这是什么大型的射死现场啊 依兰感觉丢脸已经丢到姥姥家了 可为了自己的这条小命 他立马调整状态想要继续解释 他的肚子又非常配合地发出了满屏的咕噜声 此时的皇帝也有些愣住 他让暗影骑士退下 然后就责怪起了护卫团长 问他这个团长是怎么当的 属下居然连早饭都吃不饱 一兰刚想解释这是自己的个人问题 就被皇帝打断了 他让护卫团长先出去 单独留下一兰了解下情况 团长还想留下来继续帮一兰辩解 可皇帝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说道 别让我再重复第二遍 护卫团长只能咬着牙兴兴离去 皇帝让一兰说实话 到底为什么吃不饱饭 明明交代过团长要改善骑士们的祸事 虽然一兰很想说实话 但说完估计自己的小命也就没了 一兰灵机一动说自己最近在减肥 皇帝有些不爽的小声嘀咕 哪里有肉需要减啊 一兰只看到陛下的嘴唇在动 并没有听清楚说的什么 皇帝立马让他坐到对面的位置上去 又吩咐侍女上了满满一桌子饭菜 虽然这些饭菜各个色香味俱全 可对于一兰来说这简直就是折磨 光是闻到食物的味道就让他泛起了阵阵恶心 可为了小命还是硬着头皮吃了一口 仅仅这一小口就让他的胃酸不断翻涌 皇帝看一兰越吃饭反而越虚弱了 就让人把团长叫了进来 团长刚进来 就将所有的过错都揽在自己身上 这让一兰感动得要痛哭流涕了 可下一秒 团长就把他身体不舒服的事情 一五一时地说了出来 说完还不忘表扬一下他的歧视精神 一兰跟陛下迂回作战了半天 结果让自己的好队友一招打到解放前 陛下文言立马让人去宣了御医 躺在床上的一兰彻底陷入了绝望之中 女士为意外怀了皇帝的孩子 为了保住小命 她想方设法瞒住封批皇帝 可长期的孕兔让他无比虚弱 最后还是瘫倒在皇帝身边 皇帝找来御医给他检查身体 一兰心想这把肯定是玩犊子了 怀孕的事情这下瞒不住了 一个熟悉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 这不是黑诊所里的那个医生吗 怎么摇身一变成为御医了 一兰开始还怀疑自己认错了人 可看着这熟悉的诊脉手法 他断定他就是黑诊所里的那个医生 诊断结束后 一兰的心脏已经快要跳出来了 他感觉自己马上就要暴露了 可御医却说他只是轻微的食物中毒 一兰虽然不知道御医为什么帮他掩盖真相 但他还是马上配合了御医一起表演 御医留下了一份膳食清单就退下了 皇帝立马让侍女准备了一份新的餐食 一兰看着清淡的食物瞬间有了胃口 在怀孕之后好久都没有好好吃过饭了 风卷残云般地将食物一扫而空 看到一兰的这副吃相 皇帝笑呵呵地打去一兰胃口不错 一兰这才反应过来 刚才的丑态都被封批皇帝看到了 皇帝临走前嘱咐一兰 让他养好身体后再归队 一兰没想到封批皇帝也会笑 其实这不是他第一次见到皇帝笑 庆典舞会上意外跟皇帝打扑克那天晚上 皇帝就在微笑着叫着某个人的名字 可他怎么都想不起来叫的是谁的名字 他有些懊恼地躺在了床上说道 叫谁的名字也不关我的事情 反正不是我的就对了 在一兰进入了深度睡眠后 一双大手不停地撩动他的头发 一兰一把将大手拨开 随即怒吼道 是谁啊 皇帝轻柔的声音在一兰耳边响起 抱歉吵醒你了 我的小兔子 一兰瞬间吓得汗毛都竖了起来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随后又转身睡下了 这肯定是一场梦 陛下怎么可能会说这种话 皇帝继续撩动着他的头发 一兰这次真的发怒了 让他别再闹了 可皇帝却慢慢地贴近他的身体 眼看就要发生不可描述的事情了 一兰一把推开了他 可怜兮兮地询问皇帝要干嘛 为什么要出现在梦里折磨他 皇帝则紧紧贴住一兰说道 当然是因为想你了 一兰突然从睡梦中惊醒 他不知道为什么会梦到面带微笑的皇帝 这在现实中根本就是完全看不到的样子 第二天一早 一兰精神饱满地就来工作了 团长温柔地提醒他一定要注意身体 两人一起进屋找皇帝报道 皇帝却一脸不爽地盯着两人 竟然略带醋意地问道 今天你们又没有一起执行任务 怎么会一起进来的 团长解释事来的途中碰巧遇到 皇帝刚想继续追问 侍女却突然来通报 法比安男绝佳的小姐求见 皇帝脸色阴沉地说道 让他等着吧 等皇帝处理完事情已经是正午时分了 他有些不耐烦地接见了法比安 让他有话快点说 法比安恭敬地询问道 听说您一直在找庆典舞会上 跟您过夜的女子 皇帝大大方方地点头承认 法比安继续询问 听说因为天太黑 您没看清女子的容貌 皇帝又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随后法比安颤颤巍巍地说道 您不记得我了吗 我就是那晚跟您过夜的女子了 这个女人是皇帝的侍卫 却意外与皇帝打了一晚上扑克 这下她彻底慌了 因为跟皇帝过夜的所有女子都会被刺死 她趁皇帝还没睡醒慌忙逃离了这里 就在她想方设法隐瞒时 突然出现了一名女子冒名顶替她 承认自己就是与皇帝过夜的那个女人 依兰不明白她为什么要撒这样的火 皇帝转身救命人将她给处理掉 依兰看着冷血的皇帝瑟瑟发抖 可她还是忍不住地问了一句 陛下 如果 我是说如果出现了一个怀了您孩子的人 您会怎么做 皇帝有些疑惑地转过头去 然后面色沉重地说道 不可能出现 如果出现了 她一定在撒谎 我会让她付出惨痛的代价 依兰文言如同五雷轰顶 她下定决心 怀孕的秘密绝对不能被陛下发现 等皇帝离开后 依兰紧张的神经才稍加缓和 团长看依兰有些憔悴 问她是不是身体又不舒服 依兰赶紧表示只是今天访客比较多而已 最重要的是来了一个意料之外的访客 这是一个女人走过来跟团长打招呼 她是团长的妹妹爱丽莎小姐 团长只是冷淡地回了一句简单的问候 爱丽莎显然对哥哥的态度有些不满 随即又跟依兰开起了玩笑 问她哥哥平时都是这么冷淡吗 依兰尴尬地不知道如何开口 团长略带训斥地问爱丽莎 来皇宫到底是为了什么事 爱丽莎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我是来见皇帝陛下的 说完就要跟哥哥挥手告别 团长一声怒吼叫住了她 男爵家的小姐 是你抛出的诱饵吧 爱丽莎一脸无辜地表示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说完就转身离开了 依兰不明白团长说的诱饵是什么意思 团长解释道 妹妹肯定是来确认坊间传闻的真假 顺便想看看陛下是什么样的反应 才怂恿男爵家小姐来的 说完还让依兰离自己的妹妹远一些 她自认妹妹的心肠太过狠辣 依兰不禁有些后怕 这些贵族为了自己的利益 虽然可以如此地不择手段 但那都是贵族的生活方法 依兰只想平静地生活就好 晚上依兰又在梦中与皇帝相遇 这次她表现得坦然了许多 她好奇地询问陛下 为什么总会出现在她的梦里 皇帝却调侃地说 你可以叫我凯尔这个爱称 这下依兰不知如何是好吗 最后还是眼神闪躲着叫出了这个爱称 凯尔 叫完之后依兰觉得自己有些可笑 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也就是说自己希望现实生活中也可以这样 皇帝却一把将她抱在了怀里 在她额头落下深深一吻后说道 怎么会可笑呢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依兰的小心脏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 明明是在梦里 她却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 依兰忍不住地小声询问道 凯尔 今天你和爱丽莎小姐聊了些什么 皇帝露出淡淡的笑意 我也很想告诉你 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再等等吧 依兰有些不满的埋怨道 只要我醒过来就结束了 有什么好等的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 可依兰的心却开始忐忑不安 首先是不同寻常的御医 再加上最近经常进宫的爱丽莎 最重要的是她每晚都梦到皇帝陛下 已经让她开始分不清现实与梦境了 这个女人是皇帝的侍卫 却意外怀了皇帝的孩子 今天她正在皇帝身边执勤 一缕阳光洒在她的脸庞上 这温暖的感觉让她有了些许困意 依兰突然就进入到了梦境之中 皇帝正一脸宠溺地将她搂在怀中 梦中的皇帝肆无忌惮地挑逗着她 她忽然想到这是梦境 也就是现实中的她正在皇帝身边打瞌睡 她拼命让自己快点从梦中醒来 等醒过来的时候她彻底慌了 她居然坐在皇帝的腿上睡着了 她吓得原地跳起 赶紧跪下向皇帝请罪 她怎么都想不通 自己怎么会在陛下的腿上睡着的 皇帝脸色阴沉 刚想说话 爱丽莎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门口 爱丽莎的脸上露出了极其复杂的表情 气冲冲地就转身离去了 依兰怀疑爱丽莎是看到了刚才的场景 皇帝缓缓站起身 有些惆怅地说道 这下麻烦了 随即又告诉依兰 明天不用来她身边执勤了 依兰虽然立马硬下 不过心中依旧有些失落 就像失去了什么东西一样 依兰突然想到了肚子里的孩子 皇帝有多么冷血她是见到过的 为了自己的孩子 她还不能放松警惕 可以远离皇帝 她应该感到庆幸才对 离开的爱丽莎将花盆摔得粉碎 心中正默默盘算着一个恶毒的计划 第二天 依兰独自一人坐在外面吃午饭 因为孕吐的原因 刻意买了个酸甜的柑橘 就在她准备享受饭后甜点时 团长突然出现在了她身后 刚包好的橘子洒落了一地 依兰自己也不知为何 眼泪居然夺胖而出 察觉到情况不对的 护卫们慢慢围了滚 团长蹲下询问 依兰是哪里不舒服吗 依兰努力平复自己的心情 她不能告诉团长 是因为掉了柑橘才哭的 御医跟她说过 怀孕后时常会出现 情绪失控的情况 团长轻轻擦拭掉 依兰眼角的泪水 再哭下去的话 眼睛该哭疼了 冷静一下再慢慢说吧 护卫们满脸的难以置信 团长竟然会做出 这么温柔的举动 依兰虽然觉得 哭的理由很羞耻 但她还是说了出来 团长 您把我的橘子吓掉了 团长有些 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依兰说完脸上 就飘上一抹红韵 这下怕是要被大家 当成傻子了吧 团长却一脸认真的 向依兰道歉 她表示自己会对橘子负全责 团长让护卫们都散了吧 吵闹的环境 不利于恢复心情 说完自己也准备起身离开 在离开前 团长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我之前说过的话 不是说说而已的 如果你觉得辛苦的话 你可以把我当成你的依靠 说完给依兰留下了一个背影 依兰不知道 如何回应团长的告白 只能希望这是团长 给她说的玩笑话 第二天一早 依兰就收到了团长 送的好几框柑 这么多柑橘 她一个人怎么吃得完 只好分给她的院主队友们 队友们个个都吃成了小菊人 怕是日后都不想看见柑橘了 解决完柑橘的事情 依兰准备去练五场活动一下身体 一个黑影突然出现 从背后将她推下了楼梯 女侍卫意外怀了皇帝的孩子 却在下楼梯时惨遭毒手 被人狠狠地推了下去 掉下去的瞬间 她想起了御医的嘱咐 激烈的运动或者受到剧烈冲击 会给孩子带来危险 依兰重重摔在地上 手却死死地护住肚子 她亮亮呛呛地站起身后 下黑手的人早已不见了踪影 肚子上传来的剧烈疼痛感 让她无法喊出呼救声 她在心中默默祈祷 拜托快点来个人吧 谁来都可以 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传入她的耳膜 那个身影快速朝着她跑来 是皇帝陛下吗 等她走近些才发现是团长 团长一脸担忧地询问道 你伤到哪里了吗 依兰虚弱地说自己肚子痛 我得去御医那里 可是御医那里太远了 还是去骑士团的医务室吧 依兰却斩钉截铁地说道 不可以 必须是御医那里 因为只有御医知道她怀孕的事情 不能让别的医生发现 虽然团长不知道原因 但她还是一把将依兰抱起 朝着御医那里赶去 依兰蜷缩在团长的怀里 还是忍不住地会想 为什么刚才会看到陛下的脸庞 难道我还在期待什么吗 依兰虽然清楚 陛下并不是梦里那个温柔的凯尔 但凯尔的脸时不时地会浮现在她的脑海中 她还有一个最大的疑惑 就是那天为什么会坐在陛下的腿上 但她因为害怕知道答案 不敢向梦里的凯尔开口询问 团长迅速地将她送到了御医那里 催促着御医赶紧看看依兰的病情 御医却让她先出去等着 但她实在放心不下依兰的情况 十分坚决地要留下来 御医只好让她去拿些干净的毛巾和热水 将团长成功支开后 才开口询问依兰到底怎么回事 依兰如实将事情的经过说了出来 她认为这件事肯定不同寻常 不过还是先给依兰检查了一下身体情况 检查一番后御医告诉她 幸好您身体健壮 孩子才没有什么事情 随后不禁叹了口气 小声喃喃道 万一真出了是怎么办了 我可还想多活几年呢 两人的对话被门口的团长听了个真切 团长一脸不可思议地问道 你们刚刚说的什么 依兰吓得从床上静坐而起 团长大不留心地闯了进来 她质问御医当才说的孩子是真的吗 见御医脸色变得有些沉重 敏锐的团长立马就知道了答案 团长问依兰孩子的父亲是谁 可依兰无法告诉她实话 随后表示自己会好好抚养孩子 依兰在心中默默盘算 这下只能卖掉房子 远离皇宫好好生活了 可团长却一把握住了依兰的手 略带羞涩地说道 依兰骑士 我可以当这个孩子的爸爸吗 女士为努力隐瞒自己怀了皇帝的孩子 可爱慕她许久的团长偷听到了御医的诊断 她紧紧握住依兰的手说道 依兰骑士 我可以当孩子的爸爸吗 这喜当爹的剧情让依兰惊呆了 依兰想化解这份尴尬 您是说将来想当一个爸爸是吧 团长再次确认道 我是想成为你孩子的爸爸 依兰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团长 应该不会喜欢我吧 团长略显羞涩地点了点头 我第一次见到你就喜欢上你了 说完紧紧握住了依兰的手掌 依兰的思绪如同一团乱马 随后转身告诉团长 现在我没有精力去接受您的心意 团长一脸期待地说道 我不会急着让你回复我 我只希望你能让我待在你身边 说完便站起身 准备去拿些毛巾和热水过来 刚走出门 他就将拳头重重砸向了墙面 此时他很生气 依兰居然遇到了这么不负责任的男人 他发誓如果知道是谁 绝不会轻易饶了他 听到动静的御医悄悄跟了出来 看到团长有些落寞的声音 他的嘴角微微上扬 也难怪他会生气 我还知道一个和他一样生气的男人 该叫他主人吗 毕竟我的命还攥在他手里 御医看到墙后偷听的黑影 觉得事情变得有些复杂了 随后慢慢靠近正在偷听的暗影骑士 你来偷听 是为了汇报给主人吗 见对方不作答 他轻轻叹了口气 笑呵呵地说道 越来越有意思了 落入圈套的骑士 接下来要何去何从呢 被团长发现秘密的依兰起初还有些担忧 幸好团长并不是喜欢宣扬的人 还体贴地让他休息几天 依兰见一切都如往常一样就不再担心了 他渐渐地进入了梦乡中 一个熟悉的声音在他梦里响起 是许久未出现的皇帝又出现了 他跟依兰解释说最近比较忙 所以没有经常来梦里看他 说完就躺在了依兰的腿上 略带醋意地问了一个问题 如果有人向你求婚你会答应他吗 依兰被皇帝问得愣住 他想到了向他表明心意的团长 依兰思考了一会开口道 我应该会拒绝他吧 皇帝文言表情就放松了下来 随后将依兰拉入了自己的怀中说道 今天好好陪陪我 不要再逃走了 第二天一早 依兰昏昏沉沉地醒了过来 等他来到皇家护卫团才知道 团长今天被皇帝派去了边境 名义上是派遣 依兰知道这是一种惩罚 自己的肚子越来越明显 这种情况团长还被调走 看来是他该离开的时候了 可他的辞职性被新团长退了回来 退回的理由让依兰有些懊恼 如果是因为健康问题辞职的话 必须要有三位御医开具的诊断证明 可如果暴露了怀孕的事情 不是死在皇帝的手中 就是被爱丽莎追杀而死 她的身形已经不能脱下去了 依兰下定决心还是代求跑路吧 女侍卫意外怀了皇帝的孩子 皇帝的冷血让她选择了代求跑路 逃出城的依兰准备在城外的树林中休息 无意间发现了皇帝身边的暗影骑士 幸好依兰躲在树上没被暗影发现 她准备养精绪瑞明早赶紧逃离皇城 依兰渐地又进入到了梦境中 梦里的皇帝此时找了过来 质问依兰为什么要离开她 依兰为了孩子的安全 只能说是因为自己的健康原因 皇帝立马向依兰保证 会找全世界最好的医生给她治病 只求她不要逃离皇帝 依兰非常清楚 虽然梦里的凯尔非常温柔 可现实中的皇帝十分地冷血残暴 她绝不能沉浸在凯尔的温柔箱里 依兰随即说道 这不是能治疗的疾病 皇帝却一把捂住了依兰的肚子 轻轻抚摸了一下后说道 这就是你的病吧 我知道你怀了我的孩子 我什么都知道 所以你不要对我说谎 依兰大惊失色 我努力隐瞒了这么久 还是被发现了吗 她起初以为凯尔是自己梦境中的人 现在看来并不是她想的那样 皇帝继续发出了对依兰的挽留 表示只要依兰回去 就可以原谅她 随即又摸着依兰的肚子打起了胆情牌 依兰 毕竟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孩子 依兰问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的 凯尔说从一开始就知道了 依兰的面部逐渐猙獰了起来 您说过您不喜欢说谎的人 我也一样不喜欢 这样的依兰让凯尔有些不安 她继续向依兰许诺 她将是未来的皇后 两人的孩子会成为皇太子 可依兰缓缓站起身说道 您知道一切 却只在梦里看着我 你许诺的那些不是我想要的 再见了凯尔 凯尔的脸色瞬间变得有些阴沉 既然这样 我就只能强行把你拖回去吧 依兰从梦中醒来已经是早晨了 一个暗影骑士早已在暗处等候多时 陛下想要见您 请您乖乖跟我们走吧 我们不准备伤害您 依兰却从袖子中掏出匕首 迅速转身射向身后的暗影骑士 虽然这点伤害对暗影根本不起作用 但给依兰争取了短暂的逃跑时间 她一边奔跑一边思考 昨天夜晚暗影还没有发现她 今天一早却已经等候多时了 这肯定是皇帝通过梦境找到了她 她明明知道这一切 知道我怀孕有多辛苦 情绪有多焦虑 却一直选择袖手旁观 想到因为怀孕越过越糟糕的这些日子 依兰再也忍不住地哭了出来 依兰虽然利用茂密的树林 暂时躲过了暗影的抓捕 可一旦进入睡眠 就会被皇帝锁定位置 她猜测是皇帝对她使用了某种魔法 她突然想到了一个精通魔法的国家 或许那里可以找到解决的办法 为了躲避暗影的抓捕 她特意改变了一下显眼的发色 皇帝得知依兰逃脱后 先是下令封锁了边境 还下达了对依兰的全国通缉令 势必要将她找回自己的身边 女侍为意外怀了皇帝的孩子 却被皇帝通过梦境监视了起来 依兰最终选择了带求跑路 她来到了一个精通魔法的国家 希望在这里能找到解决梦境的方法 一个魔法师仔细打量了一下她身上的魔法 告诉她这种魔法在古时候非常盛行 施法者能进入自己心爱之人的梦境之中 但是至今都没有找到破解的方法 不过只要远离施法之人 连接梦境的力量就会变弱 依兰虽然没有得到破解之法 不过也算有了应对之策 看来她只能逃到更远的地方去了 依兰摸着越来越大的肚子 决定要尽快找到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 她还不知道的是 皇帝正在对她展开全国的通缉行动 虽然皇帝被弃得咬牙切齿 可她还是下达了绝对不能伤害依兰的命令 她暗暗悔恨自己不该如此大意 可她突然有了一个主意 她决定将护卫团长从边境调回身边 或许用团长的性命能威胁到她 依兰的通缉令迅速在全国传开 就连被发配到边境的团长也收到了画像 团长有些震惊地一把夺过画像 看到通缉令上写着 必须要毫发无损地将依兰带回去 她好像也想通了 依兰为什么要隐瞒孩子的身世 而且依兰如果真的爱皇帝 即便是坐不上皇后的位置 也完全没必要逃走 依兰逃走的原因 肯定是因为害怕和恐惧 想到此处团长怒目原争 自己父母的死就是皇帝所为 她选择屈服 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可以为父母报仇 这下她又要失去一个她深爱的女人了 团长下定决心 一定要想办法回到皇都 她想知道关于依兰的消息 而就在此时 皇帝照她回去的命令也传了过来 虽然团长不知道皇帝是何居心 不过为了依兰这一切都不再重要了 几个月后 依兰找到了一个人烟稀少的村落 村里人对依兰都十分地热情 隔壁的大婶还总是提醒她 说话的语气别总生硬地像个军员一样 要多给孩子做一些胎教 比如多看些美好的东西 多对孩子说一些充满爱的话 回到家的依兰轻轻抚摸着肚子 这是依兰第一次感受到拥有家人的幸福 她从小就被父母抛弃 在街头风餐露宿吃尽苦头 依兰默默攥紧拳头 就算没有爸爸我们也会幸福的 那种人不要也罢 随着时间的飞速流逝 依兰到了临产的日子 她全身冷汗直流 痛苦地抓住隔壁大婶的手 此刻她真希望自己抓的是皇帝的头发 众人忙活了整整一夜后 屋内传来了孩子的哭泣声 依兰顺利生下了一对龙凤胎 原本依兰打算生女儿的话叫李安 儿子的话就叫恩里尔 这下两个名字就都能用得上了 母亲开始担心会不会憎恶自己的孩子 因为他们的长相 越来越像他们不负责任的皇帝老爹了 但她慢慢地打消了这个顾虑 安静乖巧的两个孩子 给了她前所未有的幸福感 她在心中暗报 这不是皇帝的孩子 而是我自己的孩子 可皇帝真的会让他们平静地生活吗 依兰在黑暗中大声呼喊着孩子的名字 她身后慢慢伸出了一双大手 随后紧紧抓住了依兰的手腕 皇帝面色阴沉地喃喃道 你以为你能逃出我的手掌心吗 依兰文言开始变得有些慌乱 而皇帝接下来的话 让依兰彻底破防了 你放心 孩子我会好好养大的 毕竟他们不是你的孩子 而是我们的孩子 依兰文言从床上静坐而起 赶紧下床查看孩子的情况 看到孩子依旧沉浸在梦想中 她终于放下了忐忑不安的心 可不久后 一个不速之客闯入了她的家门 索性依兰已经提前带孩子离开了这里 暗影搜寻着房中的每一个角落 即使依兰拥有高超的清理痕迹的方法 但暗影还是发现了一个遗留的布偶 暗影死死地攥住手中的布偶 这次他们绝不能在空手而归了 眨眼间五年的时间过去 即使过着四处漂泊的日子 依兰依旧觉得内心无比的充实 可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 不能一直这样生活下去吗 依兰猜测皇帝应该已经放弃了吧 可门口突然出现的黑影 让依兰大惊失色 她走到门口才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这让依兰松了一口气 有些懊恼地说道 家里没人 门外紧接着就传来了更激烈的敲门声 李安有些开心地说道 是阿贝尔叔叔来了吧 说完就哒哒哒地跑去开门了 阿贝尔是逃亡到村子里的贵族之一 村民们起初都刻意与贵族们保持距离 不过阿贝尔很有亲和力 很快就被村里人接纳了 虽然村子的其他人已经对她敞开心扉 可依兰依旧对她保持着很强的戒心 她深知贵族的人为了利益 可以做出多么不择手段的事情 依兰略带迅士地让李安快去吃饭 等孩子们用餐结束 她准备上山去采些山菜 篮子却被阿贝尔一把抢了过去 她表示要一起前往 虽然依兰一再拒绝 但阿贝尔只是假装没听到 四人浩浩荡荡地就往山里进发 几个村民讨论的内容让依兰停下了脚步 村民听说皇帝最近在加大力度搜寻一个人 依兰的心脏扑通扑通地跳个步体 看来皇帝还没放弃寻找她的行踪 阿贝尔在听到村民们的讨论后 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 眼眸中还透露着可怕的杀气 依兰心里一惊 难道她对村里人心怀恶意吗 很快这个想法就被依兰否定 阿贝尔应该是对孩子的父亲充满了敌意 女人无意间听到了一个令她震惊的消息 五年过去了 皇帝还是没有放弃搜寻她和孩子的下落 而她身边的落魄贵族听到这则消息后 眼中满是对皇帝的杀意 为了孩子们的安全 依兰只能强装镇定 一拳打在了阿贝尔的肚子上 有些玩闹地说道 快点上山踩野菜了 天黑就危险了 阿贝尔只能跟在身后无奈地抱怨道 离太阳落山还早着呢 四人一路有说有笑地到达了山顶 可一个黑乎乎的影子 从树林中缓缓走了出来 依兰定睛一看 是一只身上带伤的野猪 她赶紧嘱咐孩子们待在原地别动 两个小家伙慢慢停下了玩闹的脚步 受伤的野猪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 快速朝着依兰的方向冲来 其实消灭这种野猪 对依兰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点 但这样会有暴露身份的风险 她立马装成普通人的样子 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阿贝尔自信满满地说道 不用担心 我来解决她 说完便拔剑冲了过去 可下一秒 直接被野猪撞开了身位 这下事情又朝着依兰不想看到的方向发展了 依兰作为皇家骑士团中数一数二的高手 一头野猪还是可以轻松拿捏的 依兰借助野猪强大的冲击力 顺势一刀就划开了她的脖子 随后便将匕首放在了阿贝尔手中 追过来的猎人们 还以为是阿贝尔杀了野猪 依兰则继续开始表演 抱着两个孩子 不停地颤抖哭泣 阿贝尔只好承认是自己杀的野猪 恩利尔有些不解地问道 妈妈不是说不能说谎的吗 依兰连忙解释 这种谎是可以说的 如果暴露了身份 就会有魔王来抓我们了 依兰在心中暗道 看来等孩子再长大一些 就要把被人追捕的事情告诉他们了 第二天一早 阿贝尔就给依兰送来了一大块野猪肉 可一个上等的野猪牙 依兰决定去城里把它卖掉 顺便收集点有用的情报 临走前 依兰嘱咐孩子们 就算认识的人来也不可以给他开门 依兰临近午后才赶到了城里 很快将手中的野猪牙卖掉 随后便走进了一家酒馆里休息 自从他生了孩子之后 身体就大不如前了 他突然感觉到一阵强烈的眩晕感 等他再清醒过来后 身后就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依兰 好久不见 现在你连看都不看我了吗 依兰彻底慌了 皇帝还是找了过来 依兰祈求凯尔不要再追捕他了 虽然庆典之夜意外发生的事情 是他心丹情愿的 但是后面发生的事情 已经完全超出他的控制范围了 凯尔只是微微一笑后说道 你就对我没有一点好感吗 依兰面露愁容 好感确实有过 但得知皇帝在背后操控一切后 就再也不敢相信他了 依兰有些违心的回答道 没有 可凯尔依旧一副近在掌控中的样子 随后摸着依兰的肚子问道 孩子最近怎么样了 依兰一把甩开皇帝的手怒吼道 没了 他们根本就没出声 凯尔无情地说道 太遗憾了 不过无所谓了 反正孩子还可以再要 依兰更加确定了远离皇都的决定 他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变成没有感情的怪物 皇帝时隔五年后 终于迎来了与孩子的第一次相见 孩子一眼就认出了 他就是妈妈嘴里说的那个魔王 在不久前 皇帝再次通过梦境找到了依兰 依兰努力挣脱了皇帝的梦境 为了避免被暗影歧视尾随 只能选择多费点时间回去 尽可能地甩掉跟踪的人 天渐渐黑了下来 两个小家伙见妈妈迟迟没有回家 便躲在床上互相鼓励对方 突然外面传来了一阵嘈杂的打斗声 听声音好像是阿贝尔叔叔的 打斗声散去后 便传来了阿贝尔急促的敲门声 随后有些着急地说道 孩子们 叔叔要离开这里了 不管有人来问什么 你们都要说不知道 说完便急匆匆地逃离了这里 李安听门外没了声音 便悄悄打开了房门 院子里早已因为打斗而一片狼藉 恩里尔赶紧提醒妹妹快把门关上 这时房门却被人一把挡住 一个暗影歧视出现在了门口 暗影问两人认识刚才那个男人吗 两个小家伙赶紧说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这时团长在背后说道 陛下有令 不管男女老少 凡是协助叛军的都要抓起来 两个小家伙的长相让团长心中一惊 随后俯身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李安 她叫恩里尔 团长看到两人的瞳孔和发色 已经基本确定这就是依兰和皇帝的孩子 团长看着两个白白胖胖的孩子 让她不禁开始心疼起了依兰 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逃亡的路程 究竟要付出多少心血 暗影很快将孩子带到了皇帝面前 于是便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在魔王老爹的目光下 两人抱在一起瑟瑟发抖 皇帝也察觉到了两人的发色和瞳孔 随即便问暗影 追查依兰的事情怎么样了 暗影小声地说道 她离开城里后 皇帝闻言手上的力道加重了几分 随后便走到孩子的面前说道 长得真的很像你们的妈妈 随后又开口问两人知不知道爸爸是谁 见两人一脸蒙圈的模样 皇帝叹了口气说道 竟然不知道 你就这么抗拒我吗 随后又试探性地问了两人一个问题 你们仔细看看 不觉得我们长得很像吗 李安赶紧大声否定 不像不像 我们长得才不像魔王呢 说完就捂住了自己的嘴巴 好像知道自己说错了话一样 皇帝略带戏虐地说道 我如果是魔王 那你们就是魔王的孩子了 两个小家伙瞬间愣住 不知如何作答 皇帝继续喃喃道 不管是眼睛发色还是脸庞 我们都很像 两个小家伙闻眼 泪花不断在眼睛里翻滚 没过多久哭声就在山谷回荡开来了 没想到残暴的皇帝会露出如此和蔼的笑容 他在时隔五年后终于与自己的孩子相遇 却不知如何与孩子们相处 见两个小家伙哭得梨花带雨 只好让侍卫拿了一些食物过来 诱人的美食馋的姐弟俩口水直流 可又害怕食物有毒谁都不敢开口 李安决定以身是毒 恩利尔有些哽咽地说道 求你了李安 你不能死啊 下一秒画风突变 这个好好吃 你尝尝 恩利尔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真的好好吃 两人风卷残云般地将食物一扫而空 这样的场面让皇帝冰封千年的脸庞 也露出了一抹笑容 吃饱喝足后的两人很快就打起了酣睡 这让皇帝感觉到了一股莫名其妙的幸福感 依兰此时也赶到了家中 看到家中房门大开 一股不祥的预感在她心中涌现 身后突然传来的脚步声让她警惕起来 她立马举剑准备战斗 没想到来的人居然是团长 依兰还是失去了理智 拔剑向团长发起了攻击 她质问团长 孩子们在哪儿 团长只能让她先冷静一下 孩子们现在在陛下那里 这一消息如同五雷轰顶 团长让依兰快点逃走 具体情况之后再说 可依兰的心中只有孩子们的安危 坚决不肯离开 团长只能透露暗影就在附近 如果你被抓住 就再没机会就出孩子了 团长让依兰刺伤自己赶紧逃走 依兰权衡了一下 还是照做了 在逃走的过程中 阿贝尔的手下突然出现来接应她 依兰试探性地夸奖贝伦甩掉暗影的技术 贝伦只说这只是家常便饭而已 阿贝尔此时正在观察帝国兵力的部署 他暗暗猜到皇帝好像要找的人不准他们 他对依兰的身份也越来越有兴趣了 这时贝伦也将依兰盖了过来 阿贝尔热情地跟依兰打招呼 依兰只是冷冷地给予了恢复 这不禁让阿贝尔有些尴尬地挠了挠头 阿贝尔将前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依兰 依兰不准备留下来 转身就要继续去找孩子们 阿贝尔一把抓住了她的肩膀 略带担心地提醒她附近都是守军 她一个人太危险了 依兰感觉阿贝尔的身份不简单 跟他们扯上关系或许会让事情变得更复杂 虽然阿贝尔跟皇帝是敌对关系 但一旦孩子的身份暴露 他无法确定自己能掌控全局 即使依兰强行要走 阿贝尔还是告诉她 他们会在两天后的凌晨进攻军营 贝伦不明白 为什么要将军事机密告诉依兰 阿贝尔解释说 当然是因为我们做错了事情了 随后又一本正经地说道 他们确实是被我们牵连的 我们只管坚守自己的信义就好了 依兰知道阿贝尔的意思 两天后她可以去趁乱救出孩子们 依兰叹了口气 看来在此之前要好好提升体力了 生完孩子后就完全没精力去注意这些了 想到此处她突然停下了脚步 回身看去才发现团长跟在她的身后 团长也即将与依兰彻底敞开心扉 依兰代娃躲了整整五年 可孩子却意外被皇帝抓了回去 团长突然找到依兰 她想问问依兰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依兰十分的疑惑 团长可是宣誓过要效忠皇帝的骑士 团长也猜到了依兰会有此疑惑 她准备向依兰彻底敞开心扉 相比于对皇帝的忠诚 你的安全对我来说更加重要 团长将皇帝杀了她父母的事情说了出来 而团长之所以效忠于皇帝 只是为了等一个机会能手刃仇敌 依兰听完有些震惊 您就不怕我把这件事泄露出去吗 团长的面颊突然泛起了红光 因为我对你的心意没有改变 之前对你的求婚依旧作数 团长突然的表白让依兰老脸一活 但她现在可没心思聊这件事情 她一把抓住团长的手臂 询问孩子的情况怎么样了 团长让依兰不要着急 皇帝好像已经发现了孩子的身份 所以并没有伤害他们 依兰这才松了一口气 庆幸孩子没事就好 团长表示也想为救出孩子出一份力 可依兰目前还无法完全相信团长 只能给团长说了句抱歉 宁静的月光洒在军营中 可皇帝却有些郁闷地睡不着觉 她不知道两个小家伙什么时候爬到了她的床上 看着进入梦乡的两个孩子 她猜测孩子应该是把她当成了依兰 但依兰之前不是说孩子已经没了吗 具体情况看来要去梦里问清楚了 皇帝紧闭双眼慢慢进入了梦乡 果然依兰已经在梦里等候多时了 依兰一把抓住皇帝的领子质问了 你这个家伙 我的孩子们在哪儿 皇帝只是微微一笑 孩子们 你不是说孩子已经没了吗 依兰怒气冲冲地表示 我说的是没有你和我的孩子 皇帝反问依兰 既然这样 那他们怎么会和我们长得那么像 简直就是我们两个的结合体 依兰怒吼道 你又不爱他们 你只不过是用他们当诱饵 不是吗 皇帝突然被这句话触动 强迫自己从梦中醒了过来 他努力思考着什么才是爱 难道这和对依兰的爱有什么不一样吗 随后又努力回想母亲是怎么爱她的 可她的大脑却一片空白 什么都记不起来了 直到两个小家伙睡醒 他都没想清楚要怎么爱孩子 于是吩咐暗影先给他们换身衣服 看着焕然一新的两人 皇帝脱口而出 总算像个人了 或许这就是山体滑坡式的父爱吧 皇帝又给他们准备了丰盛的餐饰 李安小声询问道 魔王是想把我们养肥了再吃掉吗 恩里尔让他别担心 我们现在还没有很肥 现在应该还不会被吃掉 皇帝静静看着姐弟俩叽叽喳喳的样子 心想小孩子都会这样吗 于是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自己的童年 一生要强的皇帝在努力思考 为什么他的父爱会如山体滑坡一样 他回忆起了自己小时候 每次去给妈妈讲故事 母亲都会抚摸着他的头 他不由自主地模仿起了妈妈的动作 就是手上的力道大了一点点 李安把弟弟一把抢了过来 让皇帝不要欺负恩里尔了 皇帝一脸无辜地表示 我没有欺负他 难道父爱不是这种感觉吗 李安略带哭腔的喊道 哪有人会像你这样用力 你明明就想晃掉他的脑袋 皇帝无奈地摊开自己的手掌 刚刚明明没用力啊 小孩子难道都这么柔弱吗 说完一把按住了李安的脑袋 李安有些无助地说道 这回轮到我了 可下一秒狂风骤雨的父爱并没有到来 他偷偷瞄了一眼皇帝 虽然皇帝的表情没有妈妈的慈祥 不过好像对他们并没有乐语 李安心中不禁泛起了疑虑 他明明就是妈妈嘴中的魔王 为什么会对我们这么好呢 皇帝表示要带两人回皇都生活 他认为皇族的血脉就该在皇城长大 两个小家伙开始窃窃私语道 难道我们真的是魔王的孩子吗 虽说童年无忌 可皇帝还是认真地告诉他们 我从来都不会说谎 你们就是我皇族的血脉 这下两个孩子更懵了 他不是魔王 那皇族又是什么 该不会要做坏事吧 皇帝闻言 脸色有些阴沉地说道 不一定要做坏事 如果你们想做也不是不可以 但如果你们想按照自己的意愿活着 就得有权有势 并且自身强大到无人可以撼动 因为他的人生就是如此 自从疼爱他的母亲离世后 他的父皇就对他漠不关心 但他并没有因此感觉到难过 因为比起权力的诱惑 他更向往平静的生活 可平静的生活只属于有权势的人 皇后为了抹除关于他母亲的一切 将他丢入了冰冷的北部训练场 这地方最可怕的是日复一日的洗脑 每天惨绝人寰的哀嚎声 足以让人精神崩溃 想要在这里活下来 就要舍弃那些温暖的回忆 从此他便开始听令行事 直到他积累了足够的实力 他要向所有伤害他的人复仇 他带领关押在这里的暗影开始了杀戮 他要用武力夺回属于他的一切 当他坐上皇帝的宝座 所有人都在为胜利欢呼 可他却变成了一个没有新的怪物 直到依兰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 依兰就像他和母亲一起看过的花一样 那种春意盎然的感觉 让他深深为此着迷 那种感觉让他因杀戮丢失的内心缺口 在不断地修复 这种感觉让他产生了执念 就在他思考这种感觉是不是碍事 喝醉的依兰在庆典舞会上抓住了他的手 虽然这一切都只是一个意外 但他不想错过这个机会 于是两人便意外有了孩子 这两个孩子便是找回依兰最好的诱儿 他现在唯一的愿望 就是能跟依兰还有孩子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了嫡喜的声音 外面已经乱作了一团 依兰则趁乱偷偷溜了进来 而皇帝已经再次等候多时了 依兰趁乱潜入军营 想救出自己的孩子们 可这拙劣的手段早已被皇帝识破 依兰紧紧抓住妖间的剑柄 他要趁士兵赶来前救走孩子们 依兰冲向皇帝大声质问他孩子们在哪 可皇帝一把将他甩飞树米 眼神冰冷地说道 想知道就先打败我 生过孩子的依兰体能早已不复当年 虽然他知道皇帝凭一己之力夺取了皇位 但没想到皇帝会如此棘手 皇帝的表情逐渐缓和 他只想跟依兰和孩子们一起幸福地生活 他略带祈求地让依兰不要再做无谓的反抗 回到他的身边吧 可依兰回想起了过去的种种经历 皇帝明明什么都知道 却还假装不知道的样子 在背后默默操控着一切 见事情不受他的控制了 就绑架了他们的孩子 这还能被称之为爱吗 依兰自知已经无法脱身 于是便举荐威胁皇帝 放了孩子们 不然你就再也见不到我了 皇帝的表情瞬间凝固了下来 随后淡淡地说道 不是应该我威胁你才对吗 如果你死了 就不怕我对孩子们做些什么吗 孩子们是我找回你的诱饵 如果你就这样死了 那么他们也就没有用了 依兰的表情变得无比复杂 他知道皇帝说得出一定做得到 铁剑落地后发出当当当的声响 他的心在这一刻彻底碎了 眼中盘着泪说道 你真残忍 这句话深深刺痛了皇帝的心 他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明明已经如愿以偿了不是吗 暗影拿来了一个精美的礼盒 里面是一个被装饰过的手铐 这一幕让依兰感觉到无比的可笑 皇帝将她带到房间后便支走了暗影 随后柔声地说道 好好休息一下吧 依兰只是淡淡地回应 您这句话是真心的吗 依兰的身体瞬间失重 他被皇帝一把暴入了怀中 随后便被皇帝丢到了床上 皇帝的身体慢慢地向她贴近 依兰紧紧地闭上了自己的双眼 可房间却突然安静地可怕 皇帝只是静静地坐在床边 好像在思考什么问题一样 第二天一早 皇帝叫醒了睡眼惺忪的依兰 他特意给依兰准备了丰盛的食物 看到这些食物依兰也放心了下来 看来孩子们应该吃得很好 皇帝有些直男地问道 是戴着手铐不方便吃吗 方便得很 你不用管我 听到依兰的回答 皇帝端起一盘餐时说道 那就好 我已经给你盛好了 你吃吧 依兰听到皇帝的直男语录 真的很想揍他一顿 这是一个声音传了进来 是团长接到命令赶了过来 皇帝找到依兰后准备尽快返回皇都 让团长留下来将叛军清理干净 团长的面色逐渐阴沉了下来 他知道 这是皇帝想把他和依兰分开 但他暂时还要忍一忍 像平时一样服从皇帝的命令 叛军那边已经收到了秘密的情报 阿贝尔的嘴角露出一亩微笑 他终于等到了替祖国报仇的机会 皇帝终于找到了带娃跑路的依兰 他如愿以偿地带着依兰返回帝国 可依兰还对皇帝的做法暗暗生气 他回想起了昨天晚上的事情 皇帝抓到他后静静地坐在床边 那有些落寞的身影让他有些心疼 难道我对他还有感情吗 天哪 我一定是疯了 这时山上突然滚下许多巨石 他们遭到了叛军的袭击 依兰看到窗外的战马心生一击 随即从马车里一跃而出 依兰尽力安抚着他们的情绪 他让孩子们别害怕 跳到妈妈的怀里来 李安鼓起勇气一跃而出 稳稳地落在了依兰的怀里 可恩里尔却显得有些慌张 他的心脏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 身体完全没办法移动了 李安健壮大声地鼓励弟弟 你一定能做到的恩里尔 要相信我们 得到姐姐的鼓舞后 恩里尔鼓起勇气伸出了自己的手掌 可颠簸的路面让他跌落了出去 就在恩里尔即将落地时 皇帝骑马追了上来 将恩里尔一把抱起 恩里尔抬头看了看妈妈嘴中的魔王 他完全不像妈妈说的那样 或许他是个善良的人呢 依兰见状松了一口气 可他完全没注意到前面的悬崖 等察觉到危险已经来不及了 依兰趁机将李安丢了出去 自己则连人带马跌落了悬崖 幸好依兰伸手敏捷抓住了崖壁的石头 可没有落脚点 他根本支撑不了多久 最后还是力气耗尽要跌落下去了 所幸皇帝及时赶到抓住了手铐 皇帝调侃依兰是打算用这种办法逃跑呢 依兰有些不耐烦地让他快点拉自己上去 皇帝突然感觉后背传来一阵刺痛感 但手还是死死地抓住手铐 突然滴落的鲜血让依兰有些担心 虽然皇帝身体有些发抖 但嘴上还是说自己没事 此时身后突然传来了叛军的嘶吼声 更多的箭矢射了过来 依兰这才明白过来怎么回事 他笑着对凯尔说道 还是把手放开吧 再这样下去你也会没命的 皇帝怒气冲冲地询问依兰是疯了吗 可依兰表示这才是最理智的决定 皇帝为了让他别放弃 将孩子搬了出来 如果你死了那孩子们怎么办 你都不在乎我会怎么对他们吗 依兰当然明白皇帝的意思 但他知道皇帝不会伤害孩子们的 因为皇帝也很爱他们 所以依兰嘱咐道 凯尔 孩子们就拜托你了 皇帝第一次流下了眼泪 这对他来说实在是太残忍了 身上传来的剧烈疼痛感 让他失去了最后的一丝力气 冷血无情的皇帝流出了伤心的泪水 寻找了整整五年的依兰如今命悬一线 就在他即将失去最后一丝力气时 暗影骑士赶了过来 依兰看着奄奄一息的皇帝忍不住地发抖 这一刻他似乎明白了皇帝对他的爱 这是皇帝第一次如此狼狈 依兰的内心开始变得复杂 难道之前真的误会他了吗 皇帝艰难地睁开眼睛 看到依兰守护在自己身边 颤颤巍巍地伸出了自己的手掌 最后略带调侃地说道 这次是你先到我身边来的 看到你真开心 依兰轻轻抚摸着皇帝的额头 凯尔 谢谢你救了我和恩里尔 一向看起来强大的皇帝 此刻却显得无比的脆弱 最后在依兰爱的安护下睡了过去 这是他五年来睡得最安稳的一次 此时这片领地的领主有些着急 叛军突然的袭击肯定不是巧合 看来是他们中间出了内鬼 团长亲自赶来询问领主情况 领主一再否认他们的军队中出了内鬼 听到领主的答复团长露出了微笑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军队中不可能存在内鬼 领主文言赶紧复合团长的话 刚离开宫殿的团长就接到了秘宝 看到事情进展的一切顺利 他露出了一抹笑容 但当他看到皇帝因旧跌落悬崖的女人而受伤时 团长攥紧了手中的秘宝 这帮愚蠢的叛军稍有差池 伊兰就没命了 他必须想办法不让伊兰和皇帝纠缠不清了 此时的判决阿贝尔也发现了异常 他找到了五年前皇帝下达的通缉令 从通缉令的内容中 他逐渐猜到了伊兰的身份 怪不得皇帝会为了一个女人豁出性命 这次阿贝尔为了报仇 他选择要不择手段 即便是伤及无辜 变成皇帝那样的人他也在所不惜 伊兰则在皇帝的病房中坎特不安 虽然医生说皇帝身体健壮 很快就能康复 可皇帝如今依旧躺在床上昏迷不醒 这样下去 如果再次遭到突袭怎么办 皇帝的声音打断了伊兰的思绪 身受重伤的皇帝表示 如果受伤能让伊兰陪在身边 他愿意一直这样下去 伊兰的安抚让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小时候的他每次生病时 母亲都会在床边给他读各种书籍 但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对他来说 剑笔书更适合他 软弱无能只会被夺走一切 汉军果然在天黑发起了突袭 暗影带着伊兰和孩子们躲到皇帝那边 重伤的皇帝还是从床上起来指挥作战 这群像虫子一样的家伙让他有些厌烦 恩里尔有些担心地询问皇帝的伤情 皇帝文言露出了一丝和蔼的表情 这不禁让伊兰有些吃惊 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皇帝露出这样的表情 这时战外突然传来了叛军的厮杀声 叛军在夜里再次发起了突袭 看到逐渐逼近的叛军 伊兰有些担心皇帝的伤势 皇帝为了伊兰和孩子们的安全准备带伤出战 叛军已经杀到军杖门口 皇帝虽然身上带着重伤 但与叛军的交手依旧游刃有余 伊兰担心皇帝旧伤复发 让孩子们躲进床下 他不能让皇帝孤身一人陷入危险中 皇帝与叛军打得有来有回 身后却突然闪现出一个身影 索性伊兰及时赶到 关皇帝挡下了致命一击 皇帝的伤口已经完全裂开 鲜血染红了衣衫 伊兰有些担心地斥责皇帝 知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情况 一想到他是为了保护他个孩子 不禁有些失神 接下来的战斗就交给我吧 皇帝看着伊兰武剑的身影 果然是这个时候最迷人 直到天亮援军才陆陆续续赶到 此时的两人已经筋体力尽了 皇帝一个踉枪跌倒在地上 可依旧逞强地让伊兰不用担心自己 这是一个身影站在了两人面前 团长的眼中满是对皇帝的杀意 他紧紧攥住手中的剑柄 最终他还是放弃了刺杀皇帝 他不能在伊兰的面前动手 皇帝颤颤巍巍地攥住伊兰的手掌 伊兰的心脏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 他不知道为什么心里会这么地不安 自己不是很讨厌他吗 许久之后 皇帝在床上醒来 映入眼帘的是身旁熟睡的伊兰 这一刻 即使伤口像被灼烧一般的痛 但这伤口如果能将伊兰锁在身边 就算赌上性命他也愿意 团长还是想不明白 伊兰为什么会守护在皇帝身边 伊兰不是憎恶皇帝的吗 团长心中满是对皇帝的恨意 他一定要杀了皇帝 想到此处 团长忍不住地放声大笑 他曾经那么讨厌妹妹的做法 但现在竟然越来越像他了 团长只能安慰自己 伊兰或许只是为了还皇帝的救命之恩 毕竟伊兰不喜欢欠别人的人情 心情不爽的还有判决阿贝尔 本来是绝佳的机会 突然到来的元娟打破了他的计划 他想到了给他们传递情报的人 那人让阿贝尔不要伤害被皇帝抓住的女人 难道是因为伊兰的原因吗 看来那人怕伊兰有危险 所以才放弃了设计好的计划 阿贝尔拍了拍脑袋 看来之前不该放伊兰一个人离开 不过他可不能就这样放弃复仇 此时伊兰在皇帝身边惊醒 而且皇帝还紧紧握住他的手 门外突然传来当地领主求见的声音 可伊兰哪里能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领主恭敬地向皇帝行礼 表示救驾来迟让皇帝赐罪 皇帝还沉浸在与伊兰甜蜜的二人世界中 现在只想给领主最佳一等 冷血的皇帝挽起了套路 暗影来通知伊兰皇帝要带他返回帝国 伊兰担心地询问皇帝的伤势 暗影被伊兰问得有些无奈 皇帝吩咐过暗影 一定要隐瞒他伤势恢复的消息 这样才能将伊兰留在身边 懂事的暗影赶紧说他猜不透陛下的心思 可能是为了您和孩子们的安全吧 果然这一言论戳中了伊兰的心 皇帝的伤势确实很严重 难道真的因为担心我和孩子吗 伊兰抱住两个孩子 他嘱咐孩子们乖乖待着 他要去一个地方 伊兰来到皇帝的营帐 看到皇帝为了救他而千疮百孔的后背 主动走上前帮皇帝清理伤口 皇帝疼得有些瑟瑟发抖 伊兰的眼中流露出了一丝心疼 随后包扎的动作让他有些尴尬 这动作让伊兰脸上闪现一抹红韵 在包扎完后赶紧刻意与皇帝保持了距离 随后不禁担心地询问皇帝的身体真的没问题吗 皇帝直男的本性再次露出 我知道你在期待什么 我好不容易才见到你 绝不会死的 伊兰冷眼攥紧了拳头 皇帝的毒舌还是一点都没变呢 收拾好行李的众人便开始启程回国 伊兰担心被护卫团的同事认出来怎么办 如果暴露了身份 他还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了 除了团长以外的人 他暂时还不敢相信 想到团长他又开始担心 团长会不会因为跟他走的太阶而受牵连 李安好奇地询问妈妈 外面的那些人真的是骑士吗 恩里尔也对皇城的公主极其感兴趣 孩子们不禁展开了自己的奇思妙想 随后有些好奇地询问妈妈是公主吗 伊兰耐心地解释妈妈不是公主 妈妈曾是保护皇帝的骑士 孩子们文言双眼放光 又问妈妈回国见吗 抓过罗马 伊兰都一一耐心地给孩子们解释 一路上车内充满着欢声笑语 一天的赶路后 他们在一处领主的宫殿休息 孩子们还是吵吵闹闹地问出各种问题 伊兰此时有些尴尬 外面那么多之前的同事 她该怎么下车呀 暗影突然出现帮他们带来了披风 皇帝的心思伊兰还真的猜不透呢 华丽的房间吸引了孩子们的眼球 在床上开心地玩闹了起来 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 团长有些话想找伊兰聊聊 伊兰询问团长这么晚来是有什么要紧的是吗 团长再次向伊兰表明了自己的爱意 重提这件事让伊兰略显尴尬 团长想成为可以让他依靠的人 可伊兰的表情变得有些复杂 团长再次读懂了伊兰的意思 看来他依旧无法到达伊兰的心里 团长转身后说道 下一次 我希望能听到不一样的答案 伊兰的心再次被团长打乱 渐渐地进入到了梦境中 皇帝为了尊重伊兰的意愿 没有直接来到伊兰的房间 他通过梦境来询问伊兰跟团长聊了什么 伊兰说只是作为同事之间的关心 皇帝慢慢向伊兰靠近 眼神逐渐开始变得不对劲 随后表示你们最好一直都是同事 伊兰时隔五年再次回到皇城 皇帝安排他住进风之宫 伊兰不解地询问 这不是皇后住的宫殿吗 皇帝解释说 你马上就是皇后了 这对于伊兰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 成为皇后他可没办法保障孩子们的安全 但现在也只能先听从皇帝的安排 皇帝边走边给伊兰介绍风之宫的布局 然后先带孩子们到了他们的房间 随后又来到为伊兰准备的房间 伊兰攥紧了拳头 已经整理过 但还是能看到别人住过的痕迹 这个房间难道 皇帝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 皇帝给他介绍了风之宫的侍女总管 米莱卡等皇帝走后 伊兰显得有些尴尬 随后想验证一下心中的疑惑 那个 这房间是陛下母亲 话到嘴边还是验了下去 等来到孩子们的房间才发现 孩子们将屋子的东西都翻找了出来 恩里尔跟妈妈解释他们在玩找名字游戏 看着书本上写着凯尔的名字 伊兰突然愣住了 原来皇帝说他小时候喜欢书 并不是为了勾起他的同情线而编的谎话 可就算皇帝有过不好的境遇 也不能让他做的那些残忍的举动变得合理 随着伊兰对皇帝了解的越来越多 现在越来越想同情他理解他了 这时米莱卡来通知伊兰已经准备好餐食了 准备去用餐的孩子们发现墙上蒙着一块布 米莱卡解释这是原本宫殿主人的画像 李亚好奇的询问可以看一看吗 伊兰没想到米莱卡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米莱卡戒掉了墙上的旧布片 映入众人眼帘的是皇帝与母亲的合影 在米莱卡的介绍下 孩子们得知了男孩的名字 凯尔正是他们刚刚在房间寻找的名字 伊兰赶紧蹲下告诫孩子们 凯尔是我们之间的秘密 在别的地方不可以叫这个名字 米莱卡文言向伊兰保证 风之宫内发生的事情绝不会泄露出去 可伊兰还是有些担心 她不能留下任何的隐患 此时的爱丽莎在家中精心打扮 因为她心爱的皇帝陛下终于回来了 握在自己手中 可侍女却突然通知她有人住进了风之宫 艾丽莎文言有些不可置信 那里可不是什么人都能进去的地方 她让侍女却打探一下住进去的是什么人 艾丽莎绝不允许有人破坏她的计划 看似风平浪静的风之宫 伊兰还是发现了外面出现了许多陌生的眼线 她开始担心孩子们的身份暴露后 那些贵族会不会有什么过激的反应 可米莱卡的看管完全没有漏洞 她暂时没有逃走的机会 平静的皇宫很快会因为孩子的到来变得风起云用 皇帝化身宠娃狂魔 她想要满足孩子们当骑士的幻想 李安见皇帝温柔地将她抱上马 有些害羞地给皇帝道歉 上次叫你魔王 真的抱歉 皇帝文言愣了一下 随后表情居然显得有些羞涩 孩子的表现让伊兰有些愧疚 上次皇帝在悬崖舍名相救 他居然没有说一句谢谢 那个 陛下 谢谢您上次救了我 皇帝文言无嘴笑了起来 这一动作把伊兰吓得不轻 怀疑皇帝不会有啥大病吧 其实皇帝一直以为伊兰时刻都在怨恨她 现在看来也不全是 孩子们叽叽喳喳地向皇帝提出各种问题 伊兰一脸心锐地看着这个画面 觉得此刻的皇帝还蛮像一个爸爸的 皇帝还给了伊兰一个特权 只要不带上孩子 随时都可以出去 随后转身就告诉孩子们 妈妈准备丢下他们自己走 伊兰赶紧捂住皇帝胡说八道的嘴巴 皇帝却轻轻亲冷了一下她的手掌 伊兰直接原地跳起 这下可怎么跟孩子们解释呀 有了皇帝的特权 伊兰也开始在皇宫里闲逛 正好遇到了正在巡视的团长 两人此刻都显得有些尴尬 团长郑重地提醒伊兰 凡事最好慎重考虑 虽然陛下现在没事 但不能保证她以后也会如此 你最好不要对她放松警惕 团长的妹妹爱丽莎也收到了情报 听到风之宫内 住着一个粉色头发的女人和两个孩子 她立马想到当年无意撞到的画面 她的家族为了辅助皇帝登基费尽心思 现在居然出现一个女人抢夺她皇后的位置 她越想越气 准备进宫亲自去找皇帝陛下 爱丽丝气冲冲地闯进皇宫 她努力让自己不能这么激动 团长正巧碰到了气冲冲的妹妹 团长劝爱丽莎回去吧 爱丽莎却表示今天一定要见到陛下 团长却说见了陛下你会受伤 爱丽莎听不懂哥哥话里的意思 团长继续轻声说道 因为陛下对你没有任何感情 爱丽莎虽然有所感觉 但她始终不肯相信 除非陛下亲口告诉她 不然她不会放弃的 团长的提醒还是无法叫醒装睡的爱丽莎 爱丽莎被暗影挡在了门口 陛下下令禁止外部人出入 这句话彻底点燃了爱丽莎的怒火 她让暗影去通报陛下自己求见 心中忍不住的失落 难道陛下一直把我当成外部人吗 暗影警示完皇帝后表示 如果不耽误很久的话 陛下可以见见您 爱丽莎闻言松了一口气 她恭敬地向皇帝行礼 皇帝有些不耐烦地询问她有什么事 爱丽莎表示皇帝出行太久了 实在思念难耐就来看看陛下 皇帝无情地说道 我和你又没有特殊关系 以后别用这种方式来找我了 随后更是让爱丽莎搞清楚自己的身份 说完便一吃晚饭 唯有愤愤离去 爱丽莎被皇帝对得面红耳赤 就在爱丽莎离去时 却遇上了来找皇帝的伊兰 女子本柔弱 而维母则刚强 伊兰恰巧遇到了来找皇帝的爱丽莎 爱丽莎质问伊兰现在是住在风之宫吧 见伊兰堂塞自己 便开始用孩子来威胁伊兰 伊兰闻眼眼神露出了坚定的神色 她紧紧抓住爱丽莎的手掌 奉劝爱丽莎最好不要动自己重视的人 否则绝不会放过她 爱丽莎被伊兰冰冷的眼神所震慑 伊兰又表示自己只是一个平民 做事情不讲究什么手段方法 爱丽莎听出了伊兰话里的意思 可就算如此 她还是不会退让 但爱丽莎走后 伊兰显得有些烦躁 随后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皇帝是想脚踏两只船 于是便气冲冲地冲进了皇帝的房间 皇帝被伊兰的情绪搞得一脸猛 当得知是因为爱丽莎的事情后 皇帝表示不管她说了什么都不用担心 因为克雷森特家族马上就没有利用的价值了 伊兰有些疑惑地询问 不是爱丽莎家族的帮助才让您登上王位的吗 皇帝的脸上立马写满了不屑 表示自己只是被抛弃的皇子 他们帮我也不过是想获得更大的权利 我们之间只是互相利用罢了 而且团长对伊兰有感情 这件事早就让皇帝不爽了 皇帝让伊兰不用操心这些 反正这些都是他自己的命运 这样的地狱他一个人来承受就行 伊兰根本无法理解皇室的尔虞我诈 但还是冒昧地说出了自己的见解 他觉得皇帝没必要如此的残忍 难道自己生活在地狱 就要把别人也拉进地狱吗 皇帝闻言陷入沉思 但他还是没有认同伊兰的看法 伊兰指着皇帝说道 您暂时不要来找我和孩子们了 说完便有些生气地离开了 皇帝脸上堆暖了笑容 还真是个有意思的女人 皇帝有些庆幸伊兰没有豪根问底 他认为伊兰不需要对他了解的太多 只要能激起伊兰的同情心就够了 伊兰也不想听太多皇帝小时候的事情 他怕自己会动摇摆脱皇帝的心思 毕竟他不想让孩子们生活在皇室的斗争中 孩子们看出了母亲总是忧心忡忡 不禁怀疑是不是皇帝让母亲心情不好的 毕竟已经好多天没见到他的身影了 可皇帝虽然不再过来 却每天都给孩子们送来各种礼物 伊兰感觉皇帝好像跟之前不一样了 那么随心所欲的一个人 我不让他来 他就真不来了 这勾起了伊兰对皇帝的兴趣 他在宫殿内四处寻找皇帝小时候的经历 当走进皇帝小时候的房间时 他无意间发现了墙上留下了一小盒子体 现在是十二点 勇敢的骑士救了王子殿下 于是王子殿下变得很幸福 伊兰感觉这是皇帝小时候的愿望 就在他思考王子最后变幸福了吗的时候 皇帝突然从他身后出现 吓了他一跳 皇帝调侃的询问伊兰是在找逃跑的缝隙吗 伊兰却一根正经的回答 我是在表明过去生活的痕迹 我想多了解您一些 伊兰给了皇帝一个爱的拥抱 就在刚刚 他终于理解了皇帝残暴的性格的源头 那种地狱模式的童年 他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 他只有铲除令他痛苦的一切 才能得到解脱 但为了孩子们的幸福与安全 他依旧不想孩子们卷入皇族的争斗中 皇帝则表示孩子们体内流淌着皇族的血液 无论如何都逃不掉的 而在一家酒馆内 阿贝尔正在筹划如何用伊兰当成复仇的筹码 这是爱丽丝的女仆找到阿贝尔合作 希望阿贝尔能将伊兰从皇宫带出来 有了克雷森特家族的帮助 阿贝尔的计划终于找到了突破口 女仆将计划全部汇报给了爱丽莎 但还是忍不住担心这样做真的会没事吗 爱丽莎擦掉女仆眼中的泪水 难得地露出了和蔼的笑容 她从小到大都成蒙莎拉的陪伴 她一定要带莎拉一起进入皇宫生活 团长则在宫中坐立不安 因为叛军并没有按照她提供的情报行动 她突然想到难道阿贝尔要对伊兰下手吗 想到此处便飞速地赶去提醒伊兰要小心 此时的风至宫内 皇帝温柔地将伊兰拥入怀中 伊兰了解了皇帝童年的经历后 对皇帝也不像之前那么排斥了 而这一幕正好被赶来的团长看得清清楚楚 团长实在想不通 伊兰为什么会与皇帝冰释前嫌 伊兰好像察觉到树林中有个人影 赶紧打掉皇帝的贤猪手 又提醒皇帝现在她还是禁止靠近的状态 皇帝文言乖乖地离开了风至宫 皇帝的行为真是让伊兰伤透了脑筋 团长也从树林中走了出来 伊兰突然想到皇帝对克雷森特家族的杀意 所以自己必须尽量与团长保持距离 团长嘱咐伊兰最近一定要小心行事 虽然无法告知你原因 但你的处境现在非常的危险 伊兰当然知道是团长的妹妹想除掉她 为了团长的安全只能无情地说道 从今往后 您不要再对我的事上心了 团长十分不解为什么伊兰会对自己这样 伊兰只能解释自己不想把别人牵扯进自己的事情里 团长显得有些失落 我不是别人 你为什么总要和我划清界限 伊兰赶紧提醒团长小声一些 不要被别人听到 团长表示即使自己陷入危险 也绝不会放弃对伊兰的爱 伊兰只能告诉团长 如果你想帮我就离我远一些吧 可团长却一把抓住伊兰的手问道 是因为地下吗 伊兰赶紧甩开团长的手 表示以后还是不要再见面了 此时的皇宫门口出现了一辆马车 是每天给皇宫送食材的乔老头 同行的阿贝尔假装是乔老头的侄子 马车顺利通过了守卫的盘查 驶向了皇宫的身处 皇帝正着手准备册封伊兰为皇后 虽然伊兰想要不平凡安定的生活 可皇帝心中十分清楚 权力才是安定生活最好的盾牌 即使伊兰不想要 他也要让伊兰和孩子们掌握自保的权力 夜幕降临 皇宫的仓库突然燃起了大火 这嘈杂的情况让伊兰有些担心 他立马找到孩子们会合 米兰卡告知伊兰仓库的状况很混乱 虽然风之公戒被森严 可伊兰还是向米兰卡索摇一把剑 米兰卡犹豫片刻就应允了下来 孩子们询问妈妈出什么事情了吗 他们如果被抓到不要反抗 不然他们会伤到你们 米兰卡带来了伊兰的配件 随后准备巡视一下风之公 此时阿贝尔的叛军已经摸了进来 米兰卡守在伊兰的门口 见叛军冲了进来 就嘱咐手下保护好伊兰 他的嘴角露出一抹轻蔑的笑容 一剑刺穿了叛军的胸膛后说道 你们这次惹错了人 米兰卡眨眼间就解决了冲进来的所有叛军 这时候一个黑影从他背后出现 是暗影骑士来通知他 通讯的性格都被人中途拦截了 米兰卡这才意识到他们中间出现了内奸 他突然感觉到情况不妙 迅速地冲向了伊兰的房间 而就在刚刚 伊兰让孩子们找个地方藏身 孩子们爬进来之前发现的一个秘密通道中 伊兰此刻明白 那些贪图权力和拥有权力的人 会一辈子威胁着他们的生命 一个脚步声打断了伊兰的思绪 阿贝尔缓缓脱下头套后说道 伊兰 真是遗憾 我并不想以这种方式与你重逢 随后又表示只要乖乖跟他走 保证不会让他受伤 毕竟他们恨得只有皇帝 伊兰文言眼神中露出一抹坚毅 他的孩子们是皇室的血脉 灭了皇帝以后 他们肯定不会放过孩子们的 想到此处 伊兰让阿贝尔亮剑吧 阿贝尔没想到最终还是变成了这样 在国家灭亡的那一刻 他曾经岂是甘愿把灵魂卖给恶魔 可看到伊兰的这个样子 他居然犹豫了 贝伦提醒阿贝尔要素战速决 他们的人脱不了太久的 虽然阿贝尔不想动手 可为了兄弟们的性命只能亮剑了 伊兰即使面对两人依旧不落下风 从伊兰用短刀斩杀野猪的时候 阿贝尔就发觉了伊兰实力不一般 看来无法毫发无损地带走伊兰了 两人对伊兰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这让伊兰的手臂开始阵阵作痛 伊兰最终还是难以支撑 阿贝尔用剑抵住了伊兰的脖梗 此时克雷森特家族的人从最后出现 他催促阿贝尔尽快撤离这里 阿贝尔劝说伊兰不要拖延时间啊 老师跟我们走吧 可伊兰却说道 有本事就杀了我 克雷森特家族的人一个见不出了上去 直接刺穿了伊兰的身体 伊兰被克雷森特家族的人刺伤 看着重伤倒地的伊兰 阿贝尔显得有些着急 克雷森特家族的人本来就不在乎伊兰的死活 他们的目的是帮助爱丽莎登上皇后的宝座 阿贝尔此刻居然有些悔恨 他脱下外套包裹住伊兰的伤口 伊兰并不领情 与其成为叛军的诱儿 还不如死在这里 阿贝尔不清楚 伊兰这样做是因为爱皇帝 还是因为自己的自尊心 等米莱卡赶到房间时 只看到了地上留下的血迹 伊兰已经被叛军带走了 米莱卡知道 自己肯定会因此丢掉性命 皇帝阴沉着脸赶到了风之宫 米莱卡想向皇帝汇报昨夜的情况 可皇帝只关心一个问题 伊兰究竟怎么样啊 米莱卡只能如实汇报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留下的血迹应该是伊兰的 皇帝颤颤巍巍地伸出了自己的手 他要让这群抢走他幸福的人付出代价 他必须尽快找到伊兰的行踪 还有两个孩子的下落 皇帝阴沉着脸 死死盯着半事不利的米莱卡 然后向他伸出了代表死亡的手掌 可最后居然收起了杀心 米莱卡有些难以置信 陛下之前可从不会给人第二次机会 难道伊兰小姐真的改变了陛下吗 想到此处 他钻紧了拳头 他要不惜一切代价找出叛军 皇帝带米莱卡赶去了地牢 到地牢后才得知 叛军的俘虏意志力坚强 即使被打得遍体鳞伤 他也一句话都不肯说 皇帝准备亲自与俘虏沟通 虽然他接下来要用的手段 伊兰看到肯定会阻止他 但唯一能阻止他的人 却被他们带走了 皇帝掌握着很多言行审闻的知识 比如准确地知道哪个部位最疼 又不容易致命 就在这时 暗影前来报告 他们发现地牢的秘密通道有移动的痕迹 皇帝让米莱卡继续拷问 自己则赶往了风之宫 孩子们正在灭道中漫无目的地行走 走了一夜的恩里尔有些累了 他们在原地休息 等待妈妈来接他们 两人的肚子都发出了咕噜咕噜的叫声 饥饿的两人拿出了一块饼干 感觉这块饼干比平时吃起来要美味多了 此时身后突然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两人蜷缩在原地 互相保护着对方 皇帝充满雌性的声音传入他们的耳膜 奔波了一夜的孩子们感觉委屈极了 这下终于找到了可以依靠的人 两人眼泪汪汪地询问妈妈为什么没来 皇帝只能告诉孩子们妈妈被绑架了 随后紧紧抱住孩子们 承诺一定会把妈妈找回来的 此时伊兰被阿贝尔带出了城外 克雷森特家族的人要阿贝尔将伊兰留下 阿贝尔强硬地表示要将伊兰带走 毕竟伊兰是他向皇帝复仇的筹码 克雷森特家族的人看到谈判失败 身后突然撑出了几名埋伏在子的卫队 阿贝尔早就料到会出现变故 随后便与克雷特家族的人厮杀在一起 在将埋伏在此的人全部解决后 贝伦却发现伊兰已经不见了踪影 重伤的伊兰还是被判决阿贝尔抓走了 趁着阿贝尔与人搏斗的间隙 他悄悄逃到树林深处 阿贝尔赶紧顺着伊兰留下的痕迹追赶 皇帝想要的幸福又一次被破坏了 团长对纵火案件的一切细节都不得而知 机敏的团长猜测了纵火案的动机 爱丽莎是他心中的头号嫌疑犯 当团长赶到爱丽莎的房门外 爱丽莎正在房间中发泄自己的愤怒 他实在没想到伊兰居然逃走了 团长文言闯入了房间中 他质问爱丽莎刚才的话什么意思 爱丽莎表示听不懂哥哥在说什么 团长一把抓住爱丽莎 威胁他最好把自己干的勾当都说出来 爱丽莎压抑的情绪终于爆发了 在父母离世后 他就从没感受过哥哥对他的善意 团长感觉这些年确实没对妹妹的事情上心 爱丽莎表示一切都是他委托的 可那个女人如今跑了 要找的话就去吧 团长感觉现在给妹妹说什么都太迟了 到了一声抱歉后就转身离去了 团长将近期听命爱丽莎的人全都撞了起来 随后让他们最好把知道的事情说出来 不然就别怪他心狠手辣了 护卫们将昨晚发生的事情全盘拖出 团长听得有些心惊胆战 爱丽莎居然连合作者的身份都不知道 就做了违背皇帝意志的事情 团长为了保全家族 只能下令处理掉这群人 看来要好好调查一下爱丽莎合作者的身份了 重伤的依兰慢慢穿越了树林 再往前走一些就能回到皇宫了 可阿贝尔突然从他的背后出现 阿贝尔感觉事情有些棘手 外面全是皇帝的皇家骑士团 稍有不慎就会被发现 贝伦选择让阿贝尔先走 自己去引开骑士团的人 阿贝尔不肯让贝伦之身犯险 可骑士团的人已经察觉到树林中的声响 贝伦只能从树林中冲出来 吸引骑士团的注意力 阿贝尔则带着依兰朝城外赶去 重伤的依兰已经虚弱到了极致 当依兰再次醒来 已经到了阿贝尔新的藏身处 阿贝尔给依兰送来了食物 见依兰的身体还是有些虚弱 还准备绅士地给依兰喂饭 可依兰却恶狠狠地盯着阿贝尔 阿贝尔一把抓住依兰的下巴 提醒他必须要活着 如果不吃东西 自己也会强行喂他吃的 依兰不耐烦地打开阿贝尔的手 阿贝尔对自己粗鲁的行为道歉 但还是提醒依兰的身份是人质 阿贝尔还特意强调了一下 皇帝为了找你派出了所有皇家护卫队 依兰也听懂了这句话的意思 这是在警告他不要逃走 毕竟这么多人的围追堵截 自己还是被带出来了 说明内部有人在帮他 阿贝尔看出了依兰对皇帝的重要性 这次他也想让皇帝感受一下失去亲人的痛苦 依兰感觉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但阿贝尔还是不愿意伤害依兰 想与他做一个交易 皇帝准备授封孩子们为皇子皇女了 自从依兰被叛军抓走后 皇帝为了让孩子们不再受到伤害 只能用皇子皇女的身份 被孩子们充当一个保护伞 可皇帝最担心的是怎么跟孩子们解释 毕竟孩子们还不知道自己是他们的爸爸 孩子们此时在宫殿挑选礼服 这么华丽的服饰 皇帝来到风之宫准备给孩子们坦白自己的身份 可当孩子们朝着他扑来时 他却慌张了起来 不知道如何向孩子们开口 孩子们被皇帝的举动搞得一头雾水 皇帝其实在担心 如果孩子们并不希望成为皇族 要像依兰那样想摆脱自己怎么办 如果真的失去了孩子们 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很久前就没有了感情和皇帝开始动摇了 但为了孩子们的安全 他没有选择的余地了 皇帝还是告诉了孩子们自己是他们的父亲 孩子们还是有心摸不着头脑 皇帝告诉孩子们他们要加入皇室族谱了 恩利尔好奇地询问他们是要变成王子了吗 皇帝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恩利尔继续询问道 那妈妈呢 皇帝一脸严肃地说道 依兰会成为我的皇后 可孩子们却集体反对 因为结为夫妻要两情相悦 必须征求妈妈的同意才行 这下让皇帝不知道该怎么跟孩子们解释了 米莱卡蹲下身说道 只有二位殿下加入皇室的族谱 坏人才不敢欺负二位殿下 依兰小姐也可以得到保护 李安攥紧了拳头 她不想再陷入恐惧中了 如果当皇女能让妈妈安全 那她愿意成为妈妈的守护者 米莱卡很欣慰孩子们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这下二位殿下再也不用向任何人低头了 皇子的身份将成为他们坚实的盾牌 依兰也从阿贝尔的口中得知了皇子的任命一事 依兰没想到这件事情还是发生了 看来孩子们必定会卷入皇室的斗争中了 阿贝尔继续劝说依兰与自己合作 因为她真的不想伤害依兰 依兰询了阿贝尔能保证孩子们的安全吗 阿贝尔文言陷入了沉默中 依兰知道阿贝尔对皇帝的仇恨 看来孩子们被她抓到肯定不会生还 阿贝尔有些威胁地说道 如果好言相劝没有用的话 那你应该清楚自己的下场有多惨 依兰当然清楚 在骑士团的时候她就学过 即使牺牲自己 也不能有损皇帝的安危 可现在她想跟孩子们一起活下去 阿贝尔告诉依兰 如果改变主意随时可以找我 阿贝尔已经快顶不住内部的压力了 他们时刻提醒阿贝尔不要忘记仇恨 阿贝尔不想再犹豫不决了 她将皇子要被任命的消息告诉了爱丽莎 面对皇帝突然冒出的两个孩子 爱丽莎实在是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爱丽莎决定再次与阿贝尔合作 阿贝尔深夜潜入了公爵府内 再将公爵府的守卫迷晕后 她带着爱丽莎离开了公爵府 两人在马车上密谋下一步的行动 阿贝尔再次找到爱丽莎联手 两人在马车上预谋下一次的阴谋 阿贝尔缓缓脱下自己的面罩 这不禁让爱丽莎大吃一惊 两人小时候就遇到过 那时候阿贝尔还是一个国家的王子 这下爱丽莎也知道了阿贝尔是为了向皇帝报仇 阿贝尔说这次要彻底消灭所有皇室血脉 然后让爱丽莎登上皇帝的宝座 爱丽莎沉寂了几秒 虽然知道自己是一个棋子 可她还是想抓住这个机会 把皇帝留在她的身边 阿贝尔拒绝了这个要求 可爱丽莎却说道 即使被折磨的疯掉了也没关系 只要把她给我就行了 阿贝尔笑着说道 皇帝可是你父母的仇人 可爱丽莎却根本不在乎 她的执念就是得到皇帝而已 阿贝尔拿出了一个手册 那是克雷森特家族是皇室血脉的证据 爱丽莎仔细阅读手册的内容 她发现哥哥居然跟父母的死也有关系 阿贝尔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爱丽莎决定借助阿贝尔的手查清事情的真相 商谈结束的爱丽莎赶回房间 团长却早已再次等候多时了 爱丽莎赶紧解释是房间太闷 出去散了散步 团长看爱丽莎还想要搞事情 便命人将爱丽莎关进了塔楼中看管 随后又将莎拉带到了一旁 团长询问莎拉出去干了什么事情 莎拉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团长的问题 团长又将事情的严重性告诉莎拉 如果被皇帝发现了爱丽莎所做的事情 爱丽莎一定会被皇帝处死 团长不想看到自己的家人在出事 莎拉逐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为了小姐的性命将所有的事情都说了出来 第二日 皇帝正式举行了皇子皇女的册封仪式 孩子们恭敬地向陛下行礼 皇帝让孩子们不用拘谨 叫自己爸爸就行 台下的人纷纷议论 陛下可从未露出过这种表情 一旁的乐文侯爵看出来这是在宣战 警告这些贵族不要伤害他的宝贝孩子 乐文侯爵察觉到了团长的表情 看到愤怒的团长 乐文侯爵感觉这中间肯定有蹊跷 伊兰此时正在担心孩子们的安全 他在想怎么才能离开这里 但绑架阿贝尔显然有些困难 毕竟现在的身体情况不一定打得过阿贝尔 他突然有了一个主意 皇帝可以进入他的梦境中与他沟通 想到此处 伊兰赶紧躺了下去 他只能希望魔法还有效果 伊兰在心中祈祷皇帝快点来找他吧 阿贝尔也收到了爱丽莎的飞格传书 阿贝尔见对方居然主动约他见面 而这几日的克雷森特功夫明显气被森严了许东 这不禁让他联想到了团长 阿贝尔其实早就想找机会见见团长了 但贝伦却非常反对 毕竟团长曾经历史效忠皇帝 但看到时间地点都由自己来定 阿贝尔决定赌一把 团长很快收到了阿贝尔的回信 阿贝尔表明自己已经发现了异常 虽然这可能是阿贝尔的陷阱 但团长为了伊兰的性命 他已经没有时间考虑了 阿贝尔